每日一百字 歇心 读心 明星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苗董楞言一千日 让我们一起 共同学习 苗董楞言 第五百八十日 十回向 无尽功德障回向 经文世界如来 互相涉入 得无挂碍 明无尽功德障回向 以上萧文 恭请兼回法师慈悲开示 诸位全球云端 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是苗董楞言一千日 第五百八十日 我们要来谈新的单元 这里看到有很多的宝藏 这个宝藏就是无尽 无尽的宝藏 怎么样透过回向 可以得到无尽的宝藏 而且还能够让这个宝藏 伸出更多的宝藏 那在这一个回向当中 就会教我们如何来做 那这个是愣言经里面要谈到 修行的果报 修行 是要有果报 什么果报 极乐之果报 那如果 我在修行我都不执着 那不执着呢 结果呢 结果就很悲惨 那没有人要修行 所以修行呢 就是希望能够有好的果报 不管是善终 还是乐果 甚至于成为佛果 最圆满的果报 那都是果报 那怎么样来成就这些 殊胜的果报呢 就要从因上来努力 所以整个佛法就教我们用清净的因 乃至于清净的这个过程 那就会成就殊胜的 庄严的 美好的 乃至于快乐的果报 那这里就讲到 谁所发行 就会有这一些结果出来 那我们一路呢 从干会地 然后到现在十回向 那就会发现这个果报越来越殊胜 那在十回向当中呢 我们已经讲到 这个果报殊胜到 等一切佛又能够知一切处 现在呢 第五个叫做 无尽功德藏回向 大家都要变成大富翁了 因为这里呢 就谈到无尽功德藏回向是什么呢 世界如来互相摄入 得无挂碍 明无尽功德藏回向 那意思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世界 无边的世界 跟如来是怎样 这个尽 一个世界是一个空间 一个时间 时空 时空跟如来呢 是完全没有障碍的 叫做重重无尽法界 那重重无尽法界是 世界 就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净 那如来是正报 那有这个庄严的三十二项 八十种好的果德 那在这章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像现在的一般的人呢 我有一个身体 我有头脑 我有想法 那一般人叫做夜报身 那夜报身呢 那还有我有衣报 衣报是什么 就是我的家 我的环境 我住的地方 这个环境 就是世界 那一般人呢 就是我们所住的地方啊 就是不够美好 都不亲近 而且呢 人跟人之间啊 在彼此相处上 会有障碍 那如果呢 修行啊 修道啊 要去除这些障碍 达到呢 像如来和世界 是互相摄入 那么要怎么做呢 这里就教我们要怎样 修这个无尽功德仗悔相 那在华言经里面就讲到 愈何为菩萨摩赫萨 无尽功德仗悔相 好 此菩萨摩赫萨 以颤除一切诸业 重障所起善根 礼尽三世一切诸佛所起善根 劝请诸一切诸佛说法所起善根 闻佛说法 精勤修习物不思义 广大境界所起善根 于去来经一切诸佛 一切众生所有善根 皆生随起所起善根 去来经世一切诸佛善根 无尽 诸菩萨众精勤修习 所得善根 三世诸佛成等正觉 转正法轮 调伏众生 菩萨西之 发随喜心 所生善根 三世诸佛从初发心修 菩萨形成最正觉 乃至视线入波捏盘 波捏盘以正法注视 乃至灭尽 于如是等 皆生随喜所有善根 这边谈到了很多很多所起的善根 到底以这一些善根来做什么 来做回向 意思就是什么 我们要达到一切的无尽 那就要把这一些所有的善根 就再让它进入一个新的循环 什么循环 我们现在所修的这一切 已经能做的都做到了 已经做到究竟 做到非常的纯粹 那接下来 要怎么做 就是把这个善根通通都回向 所以这里菩萨 他就要把这些 就好像是一个厨师 他把这些厨师的 厨师要做什么 就是去买筹备所有的食材 乃至于灌瓢盆准备好了 那食材也准备好了 调味料也准备好了 全部通通都准备好了 这累积的这些善根就好像是食材一样 接下来他要把他在做巧妙的 把他升级 升级做什么呢 要得到更好更好的一道一道的佳肴 所以这个是菩萨摩赫萨现在在无尽功德上 他要打开这个宝库 而且让他源源不绝 那首先呢 他得要先把自己的 自己累生累劫的这个宝库打开 所以要盘点一下 我们自己的宝库有哪些 那这里所谈的就是 我们先把这个宝库简点一下 我们自己以前呢 是不是有忏除业障呢 有我们都修了忏悔 忏悔法门为什么会是善根 因为这个忏叫做过去做错 那一般人不想忏悔 是因为我又没有做错 我不知道我做错 那现在呢 学的佛法 回想自己以前不懂佛法的时候 真正的错就是不明白自己是佛 不明白自己有佛性 所以总是把自己往死里推 总是去做出自害害人的一切 一切的行为 这叫做诸业重障 就是被障碍了 被谁障碍 被自己障碍 现在呢 要忏悔 那忏悔的目的是要去除 叫忏除 那忏除这一些恶 那就是改掉啦 改掉了是不是就很 就是现在的行为就改善了嘛 那现在的果报也改善 所以这就是一种善根啦 修行从忏除 业障开始来入理 那我们就会越来越完美 每个人都有缺点 那为什么有缺点 不是天生的 而是因为不知道自己 可以不要有这些 缺点 又不要有这些业障 可是有的人呢 他就是没有办法 他觉得自己好像天生就是比较倒霉啊 条件比较差啊 就很容易负面思想 那每次做什么事情都会往负面的方向去走 就造成很多的障碍 那在这个障碍当中又被困住了 那现在来修行啊 就先做 忏除这个动作 以前有这么多的恶啊 有这么多的烦恼 现在是乌七八黑的心 然后伤痕累累的生命啊 现在呢 把它一一的盘点 先把它大扫除一番 所以这是第一 接下来呢 那我们要往哪里去啊 清完了要怎么走啊 就要礼尽佛法生 第一个叫做礼尽三世一见诸佛 就是恭敬佛 佛是圆满的抉择 是我们的导师 再来呢 劝请一切佛说法 就是要有佛法流通 佛法要流通 大家听闻佛法才有办法知道怎么修行 就像现在师父 每天就带着大家一起来学习 华严经 学习楞严经 学习金刚经 学习一切大圣佛法 那就要让佛法可以更多的流通 因为这佛法真的是很值得大众来学习 学了之后会有大智慧 那有了大智慧呢 就做什么呢 就要文佛说法 精勤修习 不不思议广大境界 那你会发现 哇 我听了佛法之后 我的心胸就开阔了 不再像以前这样子很狭隘 有一个人对不起我说错一句话 我就耿耿于怀生气一整天 那现在学佛的之后 你还是会生气 可是呢 你生气五分钟 就要赶快来共修了 赶快我先来共修来学法 学完了再来跟你算账 结果发现了 现在听佛说法了之后 心胸一开阔就想算了算了 那你看就会变得我的世界就不再这么的狭隘 不再活在一种 你真我斗 然后小鼻子小眼睛 每天呢 就在跟所有的人过不去的这种状态 这是什么原因 因为我们发现了更大的世界 我们不用去学习 如何原谅这一些对我们不好的人 我们只要呢 一直听闻佛法 你就看到佛的世界 佛也没有叫我们都要去解决你身边的麻烦 只有叫我们一直不断的发广大愿 那一直不断的修行 那当我们一直不断的修佛陀所传的教法 那基本上呢 你根本就忙得没有时间啊 在造恶业了 那没有时间造恶业 那做什么呢 没有时间造恶业 你就不会受报啊 你不会去地狱 在那边更忙 那这个就是什么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修行的习惯 所以礼尽佛听闻法 依法修习 叫做佛法生 当我们开始精勤修习了之后 我就是生人了啦 生团里面就包括在家出家的一切菩萨 这叫做菩萨生团 那这个凡事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功德 所起善根 那再来呢 欲去来经一切诸佛 一切众生所有善根皆成所一喜 去来经是一切诸佛 善根无尽 出菩萨众精勤修习 三世诸佛成等正觉 转正法轮调辅众生 菩萨昔之发随喜心 这里修什么 修随喜 我们每天啊 哎呀都有很多机会修随喜 你如果看一般的电视啊 媒体啊 你可能接生愤怒 但是呢 你如果听到佛法 或者是读祖师大德的传记啊 或者是来诵经 哇 你看到佛菩萨这么的了不起 你心里面很欢喜 这个生起来的随喜啊 就是一种善根 我虽然做不到 可是呢 你看到佛陀啊 怎么的发心 甚至有时候呢 他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 这样子的心态啊 你心里啊 真的是啊 你不会起嫉妒心 你会生起一种欢喜心 还好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善良的人 而且呢 这个人啊 是这么的值得信任 那我们何其有幸 又遇到了这么殊胜的善知识 那自己啊 就很欢喜 不但随喜了这一切的诸大善知识 还随喜你自己的善根 哎呦我现在真的也很有福报 我在这里啊 看到这么多的诸上善人 那我都还不用修行 只要发起随喜心 我就可以呢 沾染了 这是一样的正能量 这个就是一种善根 好那再来呢 哎我们就要知道哦 这原来修行哦 这么简单哦 就可以一直收集很多的宝物 三世诸佛啊 从出发心修菩萨行 成最正觉乃至视线入波涅盘 波涅盘以正法注释乃至灭尽 啊 于如是等皆生随喜啊 这幅法有很多故事 那这些故事啊 都是诸佛菩萨修行的故事 那我喜欢看故事书啊 我就每天就看好多故事书 那看了之后呢 哎你就说啊 原来这些故事啊 都是成道正果的故事 你只要发起欢喜之心 就是在修 累积所有的善根 哇原来修行哦 这么简单哦 你只要听听佛法 乃至于呢 来看看这佛菩萨的故事啊 你心里面啊 就看了之后啊 你自己就会受到感受 就有感染 乃至于自然而然 在生活中 你就会变得像佛一样了 那修行就是这样啊 叫耳濡目染 我们叫泡在这个佛菩萨的团队 每天看到的 听到的都是如此 所以师父啊 住在道场 那每天看到道场里面呢 很多菩萨都来发心 有的年纪很大 他还是很发心 有的年纪很小 他依然想发心 哦 不管谁呢 踏入道场啊 几乎都是啊 每天就看到各式各样 愿意来发心的菩萨 哦 那哎自己啊 心里就觉得哦 原来啊 为什么修行要到道场 因为在道场里面呢 你看到的都是啊 很美好的 那你如果不在道场呢 啊 你在家里也不见得看得到 你到菜市场啊 去买个菜 你可能听到一大堆的啊 各种烦恼心啊 那你说到公司啊 每天呢 就是啊 被各式各样的事物追着跑 在这个世界上啊 似乎真的啊 只有道场啊 才有办法 比较接近极乐世界 那有的人说 哪有 我在道场呢 也是很烦恼 那难免啊 为什么 因为大家呢 只要一不小心 就带着很多的烦恼跑进来 但你就要想啊 纵使呢 这个师兄 这个师父 有很多的烦恼 可是他来道场就是想要改嘛 那当然呢 还没改好 还没有修好 你就会看到啊 现在的确 还有很多的不完满 但是至少啊 大家在道场里面 不敢做坏事啊 那外面呢 做坏事还理直气壮 所以呢 至少啊 虽然有很多事情是很难忍受 有很多事情还是不够好 可是啊 一般人呢 对于道场都想像 他就是一个没有 没有纷争 没有是非的世界 的确是如此啊 佛的极乐世界就是如此 但是说过世界啊 就是道场比较接近佛的世界 所以大家就会高标准来看 这个道场里面的人事物 那这个是对的啊 因为呢 大家有善根 有要求 那道场当然就应该要如此呈现 因为在这个世间啊 已经够辛苦了 好不容易来道场啊 我们就在道场里面怎么样 来一起来互相来鼓励 互相来学习 那这个就是道场成立的目的 那我们每天呢 就看到大家都在进步 你就皆生随喜 为什么 因为不是只有三世诸佛发心啊 三世诸佛包括过去佛已经修成功的 现在佛我们看到 已经修成功的 那未来佛呢 未来佛就是你现在眼前看到的这一些 还不够完满的师兄师父们啊 有一天 他发心修菩萨行 最后成罪正觉乃至入涅盘 就是这样子啊 那未来佛现在正在修行 所以我们看到了大家正在修行 皆生随喜 那这样子呢 我们每天呢 都可以一直生出很多很多很多的善根 好像呢 这心里面有一个宝库啊 就会一直涌现功德杖 这功德杖就是功德宝库 那有了这个功德杖 我们要怎么样呢 明天呢 我们就来看 那有了这些功德杖 把它开发出来之后 我们怎么样让它变成无尽 那这就是我们这一个回乡要学习的 好以上是今天的内容 师父 阿弥陀佛 我是俗贵 今天开始 说到无尽功德杖回向 师父在华言心要中有说 菩萨教导的回向 比一般人所理解的回向 超过千万亿倍 尤其是从第五无尽功德回向到第六 入一切平等善根回向 特别容易感受到佛陀的慈悲和活得的深远 前面几个回向就是回向给一切众生离苦得乐 这是从受教者的角度来学习佛法 在无尽功德上 在无尽功德回向中 到了无尽功德回向中谈到 所有善根福德 让自己成为传播活法的人 回向心及菩萨制造的这个概念 我们在小组当中有许多讨论 其中怡伦师兄说 他每天都在诵经后回向 他觉得这是让他自己感觉最舒服的一个状态 他的回向是这样的 首先回向给地球 因为地球这个星球 现在温室气体排放实在太严重了 希望问题可以化解 希望住在上面的人 心能够安定 再回向给两个现在正在战争当中的人们 希望战火能够熄灭 然后回向给台湾这片土地 接下来回向给父母 身边有人生病的人 在回向给我生活当中 我没办法跟他们有一个好的化解的人 因为目前没有更好的方法可以化解 那就希望他们能够每天身心平安 之后回向给所有的冤亲在主及工作的伙伴 师兄说每天都是这样子回向 人生当中有许多无能为力的事情 透过回向好像为这个无能为力尽了一点心力 就会比较释怀 这个回向就像自己的秘密功的功课 而我自己对于制造菩萨的概念 众生需要活法 但是谁来提供呢 有些想法 刚开始 学活时 回向都只限于自己的亲人 或是自己所认识的人 但 学活一段时间后 人的心量就会打开 回向就不再 执着于亲人或是认识的人 就像这次屏东工厂大火 我看到新闻报导后 不管是受伤或是往生者 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 我待会念完经后 就回向给他们 无形之中 再也不是小情小我 心量会越来越大 慢慢的你会觉得 就像师父讲的 回向给所有的众生的心态 在回向时 无形中 我也影响到我的同修 当他的亲朋好友 有些问题时 他会请我帮忙 希望我回向时 也能够回向给他们 回向后 也朝正向的发展 表示他对回向这件事 是认同的 有用的 我觉得 也应该算是 制造菩萨的概念吧 因为在无形中 他们也改变了 也许有一天 他们也会变成菩萨 去帮助其他人 以上是我的分享 请师父 慈悲开示 阿弥陀佛 谢谢淑贵的分享 那我们每一个人 都愿意这样做的时候 这世界一定会不一样 先从自己来发心 那自己的发心 重不重要呢? 其实这个发心啊 从刚才的分享 就知道 其实一般人 你说我要度我的家人 可是他为什么要学佛 他又看不到学佛有什么好处 那我们自己先开始做 让自己更柔软 然后自己更愿意分享 然后呢 没学佛的家人 也会知道 原来佛教里面 还有一种厉害的法宝 叫做回向 所以你看 像刚才淑贵同修 他就会说 我们有什么什么需要 要请你帮忙回向 这表示 这个回向这件事情 对一般人来讲 他的确有那个祈福的作用 那这就是我们能为佛法 可以带动更多的人 愿意来相信佛法的方法 那也不难 我们不用了 一定要讲经说法 那就是透过每天每天用功 我就尽一份心力 那自己也很欢喜 觉得自己可以 成为贵人 成为有福气的人 还可以回向给别人 还可以把自己的 所修来的善跟所有的福气 还可以祝福这个世界 帮助到任何有需要帮助的人 那的确呢 这就是让自己可以更走得更圆满的一个 非常好的方法跟大路 这个路越走越宽 那如果我们不做 永远都在怀疑 这有什么效 那你到最后呢 其实你到最后就会怎样 一点路都没有 就会把自己给锁住 把自己给框架起来 所以不管你看不看得到终点 你总是能一直回向 一切大众都能够离苦得乐 那因为坏人啊 他是如果离苦得乐 他才不会一直做坏事 那不做坏事 那这个世界就太平了 好 谢谢淑贵的分享 师父阿弥陀佛 那个 我这边有一个问题要提问 好就是 我们理解的那个 无尽功德这样回向呢 我们觉得就像是 普贤行愿品中说的 一个房间里面摆满了镜子 当出现了一盏灯光 就会有重重的光出现 那我们的回向就是像这样 重重重重重的无尽 那在华言经中呢 从十信 十住 十行到十回向 每一个呢都有十成 就是六度的不失 慈戒 忍入 精进 禅定 般若再加上方便 愿 立志 层层叠叠 那横向呢都是十个 十向呢就是 十信 十住 十行 十回向 十地道 等觉 妙觉 那我们想问说 那个佛陀他是透过这样的架构 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那另外呢 我们认为说呢 行呢就是一个人在做 或者是一群人在做 是当下的概念是有为 那回向影响的是未来的无为 就像刚刚淑贵师兄分享的 他说有一些事情是 无法用有为去改变的 比方说战争啊火灾都已经发生了 那我们透过回向把行的功德扩大 就是愿的影响 那回向也是在提醒大家 跟十方法界是一体的 那任年经的经文是 世界如来互相摄入 得无挂碍 明无尽功德仗回向 在这边想请问师傅 就是无尽功德仗回向 对应在华严经的架构是禅定 那为什么是禅定 这个概念是什么呢 请师傅慈悲开示 阿弥陀佛 来我们来看一下 谢谢我们这一组的讨论 非常的详细 这个无尽功德仗回向 是对应禅定波罗蜜 这十个方向是让自己的心 可以有具体的法门来医指 就是我要修布施 要怎么开始就是修布施 那我相不相信布施 就是我非常相信 做任何事情就是先 把自己的心给舍掉 那你相信这件事情 你的心在面对每一件事当中 你就会安住 那我如果说我今天要修到 布施要修到什么程度 要修到很欢喜 我做任何事情都很欢喜 人家提任何的要求 我都很欢喜 这时候你的信念 就会变成行动 就是实行的欢喜性 然后做到很欢喜 这个不但是能够布施 能够自己不执着 不潜滩 还可以回向一切众生 这时候就可以变成实回向 所以同样一个布施 从性 住 行 像 地 等 庙 他就是一个程度 什么程度 就是广大到无我 然后最后佛 就是最圆满的布施 布施 波罗密 那这就是一个横向 一个对 正纵向 那第二个 持戒也是如此 忍辱也是如此 他都有一个层次 理念上的忍辱 跟行动的忍辱 跟真的忍辱 而且还可以帮助别人修忍辱 那最后修到成佛 无我向 无人向 无众生向 无受者向 这就是忍辱波罗密 这都是一个层次 就越修越有深度 越修越广大 那这边讲到无尽功德站回向 就是讲这个对应是禅定 这禅定是什么 禅者佛之心 你当我们人 越接近自己的心 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散乱 就是因为觉得保障在别人家 所以总是想要寄予他人 或者是想要请求他人 觉得自己不行 不行的时候就要依靠他人 依靠他人 你就会开始产生这种攀缘 心就很散乱 就患得患失 永远都觉得自己不行 然后我要等着别人来做 或者是让别人来做 到最后你就会发现好失望 每天都是在走期待又失望 乃至于被别人做主的这种情况 那无尽功德站回向是什么 就是我们回到自己的内心 发现原来宝库不假外求 就从自己的内心当中提取无尽的功德 所以这就是禅定 禅就是什么 狂心顿歇 歇及菩提回到菩提心 你会发现 原来呢 当我要回向别人的时候 不是去另外拿一个宝藏 做义贼 然后左手来右手去 不是这样 你自己内心就有一个源源不绝的宝藏 那你要透过这些行为 可以把这个宝藏打开 打开之后可以回向给一切大众 然后又让自己更增上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禅修 就是一个禅定的修行 禅定真的是很不可思议 我们要好好的让自己 真的去依着自己的心起修 你会发现行柱坐卧都是神通妙用 好谢谢